第30題 右表列出四項物體的運動狀態 依據牛頓低運動定律來判斷 何者所受合力不為0 牛頓低運動定律 物體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的時候 近者恆近 動者恆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也就是等速度運動 所以如果所受合力不為0 那就表示不會是近者恆近 或者不會做等速率直線運動 也就是等速度運動 驗台靜置在書桌上 這個叫做近者恆近 所以所受合力為0 我們不選 飛機等速度向西飛行等速度運動 所以表示它所受合力為0 所以飛機也不選 汽車等速率右轉 右轉表示方向有改變 速度的改變可以是大小改變 也可以是方向改變 方向有改變表示有加速度 就表示不是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合力就不是0 所以汽車是要選的 雨滴等速率直線落下 等速率直線運動 就表示它所受合力為0 所以雨滴也不選 因此第三次提問我們說 依據牛頓低運動定律來判斷 何者所受合力不為0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汽車 足夠其不結 有 按一下 按一下 擋